海洋 新感动 娱乐新世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蜜江 这一集呢 我们带大家来到了 高雄且定乡的新达岗 大家都知道呢 在北台湾的淡水 有个非常有名的 渔人码头 而在高雄新达岗这边 也有一个情人码头哦 到底这边的情人码头 有多特别呢 而新达岗也有 哪些特殊的业资源 今天我们就一块 去查查咯 走吧 新达岗位于高雄县 在过去 新达岗是台湾 捕据乌鱼的重镇 因此新达岗也被称为 乌鱼的故乡 不过近几年来 由于环境的改变 使得乌鱼的捕获数量 日渐减少 新达岗也逐渐转型 成为一个兼具修器 观光的多功能渔岗 现在在名讲身边的这一位呢 是新达岗区域会的 曾总干事 总干事你好 你好 总干事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新达岗这边啊 主要的特色有哪些呢 新达 新达岗经过 经过许多景观 美化工程以后 已经成为南台湾地区的 重要休闲鱼港 新达岗每年都会举办 大型的活动 这些活动可以 让民众体会到 海洋风情 我知道在新达岗这边啊 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称呼 叫做情人码头 哇塞 你们当初怎么会取 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来命名呢 情人码头是顺应的 观光休闲的那个 风潮设置的 里面有 新兴相应广场 还有海滨木栈道 还有就是 冰海观景平台 还有就是海上剧场 这些设施 特殊的建筑物 适合 适合那个 情侣来约会 是这样的 这几人码头 还设置有浮动码头 提供了一个 进行水上活动的场所 民众来到这里 就可以体验 精彩的海洋活动哦 在这几年呢 新达岗慢慢的 和休闲逛逛 做一个结局 那每到假日的时候 这边常常也会 吸引许多的游客 到这边游玩 我们赶快请教一下 在我身边这一位 陈教练 教练你好 你好 教练听说啊 你们这边啊 就是在假日的时候 有一些比很好玩的 一些水上的活动 是不是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哪些活动啊 其实你现在目前看到的 这个是重型帆船 然后台湾慢慢在推广 这个类型的运动 然后它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艘啊 它是用我们有马达 就是有引擎的动力 然后我们开出去到外海之后 我们是靠风来航行 所以是还蛮特别 蛮环保的一项运动 那除了这一项呢 除了这一项 我们还有一些独木收 然后还有风浪板的一些活动 所以都可以 就是让我们的游客来到这边 来做个体验 对不对 听教练说 这项重力风帆体验 可是非常安全的 在过程中 随时都有合格教练 及救生员在旁边 保障游客的安全 我们现在在做的啊 这个是伸帆的一个动作 然后会有 前面这边有一个教练 他拉这个绳索 然后那边又有一个教练 把帆伸上去 然后我们帆伸上去的程度啊 我们就 水手都很厉害 都会上去 一直不停地观望上面 就是看船 帆现在伸的位置够不够 然后他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脚盘的动作 他就是把绳子脚上去 刚刚就是教练有在跟我们介绍 这些主要在操作的这些人员 他们都是大学生 他们都还是学生 对 他们都还是学生 对 然后我们刚 好厉害哦 我们刚刚 鼓掌 鼓掌 给他们一个掌声 对 那现在又伸的是前帆 好帅哦 对 你说前面那个是什么 对 是前帆 那刚刚生的这带是主帆 对 然后它也是一样拉拉 拉不上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上这个脚盘器 所以其实这个主要是靠风力吗 对 靠风力 有没有感觉现在我们船是倾斜的 对啊 我们的船整个就是已经倾斜了 你知道吗 有点说海盗船的感觉 对 可是它又不像我们出去就是船会晃 它其实就是缓缓的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风的那个方向 对 对 对 好 我们现在要让我们的船往下风 下风就是风来的那个方向 我们要往下风跑一点点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啊 现在米匠帮我们做的动作呢 就是要把帆 我们要他现在做的是前帆手的动作 他要把帆上到这个脚盘器的上面去 对 对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把前帆拉近 然后拉近之后 对 对 然后我们觉得你船会晴的时候 我们的船就开始慢慢的 有一点点的在倾斜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这个钻久的时候 还是会很钻的 哇 有没有感觉像在坐海盗船的感觉 它就是这样子倾斜 然后又回来 又倾斜 对 倾斜是这样子就从这个方向来啊 然后我们的帆受到很大的压力 然后会让我们的船坐起 就是会有让你倾斜的感觉 沉着海风 长阳海天一色间 海天顺便游览 集圆码头的海上风光 成为惬意的海洋体验 哈啰 哈啰 你们今天怎么有机会 就是有时间想说要来这边吗 因为很久了 那本身就是住这边吗 都是高雄人吗 住高雄 住高雄 那以前啊 就是你们来这边 跟现在你们这样看到的有什么故事啊 在这边变蛮多的啊 现在那个 观光的设施越来越多啊 又有重型版权可以在这边玩 就是 蛮不错的 那今天这样子在你们一起出来玩啊 感觉怎么样啊 很好啊 就很放松啊 很浪漫 对不对 你现在让你们跟我长起来觉得累 很惬意 然后很欣赏到美丽的感光 真的耶 那今天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今天就也是大开眼界了 之前来这边都是看人家在玩 然后今天看到这边有这样子的活动 就也很高兴来这边 所以其实感觉真的很棒对不对 真的很棒 新大港情人码头除了白天的精彩活动之外 在夜晚还有七彩景观灯光的设计 民众可以趁着晚上来到情人码头 和自己的情人们享受夜晚浪漫的时光哦 新大港情人码头经过许多休闲景观以及码头建设之后 现在啊已经成为大高雄新兴的多功能观光渔港 是一处水上休闲的好去处哦 我们现在呢带大家来到了新大港这边的渔货拍卖场 那郭特长 像我们前面啊 这个是虾子对不对 是哪一种品种的虾子啊 这个胭脂虾 在西部沿岸的部分 就以新大港 它的量最多了 你说这个叫做 胭脂虾 胭脂虾 对对对 为什么起名为胭脂虾 因为的话哦 虾的种类有很多种 有草虾 花虾 还有这种 看起来就像你们女孩子带某口红一样 看起来红红的很漂亮 因为它上面啊就是颜色就是 红色的然后一点一点一点这样子的 对对对就像你们的那个口红一样 红色的斑点 对对对所以才起名为胭脂虾 就像女人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在上面化妆 对对对对 很漂亮 然后它里面的虾红素的话哦 你们女孩子吃起来真的很漂亮很漂亮 然后的话男生吃哦 会 就是很赞的意思 胭脂虾可以拿来做哪些料理 哦这个料理的部分它有很多种 多虾仁 就做炒饭 那还有它还可以做那个 类似安平的虾卷 安平的虾卷也是来我们这边采购的 因为胭脂虾里面的虾红素 它的味道比较重 对啊好香哦 可以吃起来让人家觉得很香 让人家觉得说这个虾是怎么吃起来 它的味道很足够 所以说它不管是煎 炒 煮 炸 都是OK的 外观鲜艳的胭脂虾 吃起来具有饱满鲜嫩的口感 新达港区域会也透过 卫生干净的加工过程 制作成美味的胭脂虾香肠 米讲现在呢 带大家来到了这一间 胭脂虾的香肠加工厂 究竟啊美味的胭脂虾香肠 是如何制作的呢 现在就跟着米讲的脚步进去一探究竟咯 走吧 米讲现在呢 已经进入到这一间加工厂里面来了 那这一位是蔡客长 客长你好 客长知道我们背后这一桶湿酸原料吗 对对 MG好的虾仁香肠原料 虾仁香肠 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我都没有开通那个虾仁啊 那你可以拿起来给你看看啊 可以吗 所以你是说这个 好像已经经过搅拌了对不对 它一个有跟原料肉 原料猪肉跟虾仁一起搅拌 我们看看它的味道 对对对 诶 真的耶 有那个腌汁虾 对对对 有那个虾仁那个香气在里面 所以已经就是经过 跟猪肉经过搅拌了什么事 搅拌加工厂之后 那后面这些 倒门们后面在做什么 做冲田的 在冲田 对冲田虾仁香肠 然后定一解一解多重量 那所以这边就是结束之后 他们是在做什么 调刮他们就在做整形好 做调刮 放置车台 然后再送到我们那边有加热 去那边烤一样去烤 烤一样的加热 就会好好的加热香肠 你刚刚说加热 加热之后 它不就熟了吗 对啊 就是让我们营销 它会转回到家里跟虾 热门拖后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烟之虾在鱼港进行卸货后 就会送到工厂处理 以维持鲜度 作业时也透过标准流程 确保食品的卫生与安全 所以客长这些香肠 都是经过加热是不是 对 然后这边就开始进行一些包装吗 对 对 香肠经过修剪之后 我们就直接包装了 是正宽包装 在整个加工厂里面的作业人员 他们都穿着上面 都就是有很谨慎的 对不对 比如像要戴口罩 然后还要戴那个头罩啊 对不对 因为关系到人体的健康 在卫生上面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法官的还蛮谨慎 蛮严格的 对 在真空包装之后 还要透过高温杀菌等步骤 还可以送到消费者的手上 而腌制下香肠到底有多美味呢 现在阿米叫就要带 鱼桂展示中心去品尝看看咯 我们现在呢 来到了新达港农医特产的展授中心 那这一位是王客长 王客长您好 您好 其实我们在桌上可以看到 有许多琳琅满目的伴手里 对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从这边开始好了 这个是 这是我们本地的乌鱼籽 因为那个乌鱼游到我们秋天海运的时候 海运的时候是最肥美的时候 那结合我们本地的那个加工技术 做成那个很Q弹的乌鱼籽 吃起来是会弹牙的 哇 乌鱼籽的营养价值很高 所以乌鱼也算是这边盛产的一份 对对对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我们本地乡最有 最盛民的乌鱼籽 因为有很多外来 还是说国际观光客 都也会指定我们的乌鱼籽 这是鱼籽 这是我们结合本地的那个鱼籽 然后做成四种鱼籽 用那四种 有怀旧口味的狗母鱼 狗母鱼 这是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因为小时候妈妈都会拿那个鱼 来做成 加工自己在家里炒炒 炒成鱼双 然后这是 这个是湿木鱼 这是本地养殖的 那这是台湾鱼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锅鱼 这个加工之类都非常的美味 还有一种是土托 土托鱼 这是用那个澎湖海域 就是澎湖那边新鲜的土托鱼 对对对 来加工之前加工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腌汁虾香菜 它卖市场的时候 郭队长就跟我介绍到说 腌汁虾其实在新打稿是非常正常的 它非常的美味 对很鲜甜 它的虾肉是很鲜甜 我们本来把它做成加工做成腌汁虾香菜 口味很清甜 有别以一般传统市场在卖的那个猪肉香菜 你要不要吃 所以这一盘它不是一般的香菜 它是加了腌汁虾的香菜 为了我们来尝尝它的口感 哇 常吃到的都是一些就是里面是用猪肉做成的香肠 然后那个肉的味道比较重一点 那是虾子的鲜甜 好想再吃一口好好吃哦 好吃 这个可以养美容 有就养蛋白 哇 你看香肠除了可以加猪肉之外呢 现在在新打稿这边 也可以添加用腌汁虾 不仅好吃呢 而且又可以养颜美容 对 腌汁虾属于长须虾科 肉质细嫩香甜 在尚未煮熟前 夏季的身体就呈现鲜红色 因此被称为腌汁虾 位于高雄前定的新打岗 除了拥有优美的景观 也是台湾鳗鱼很重要的产地 现在的米甲带大家来到新打岗附近的鳗鱼养殖场 那这位是雪伯伯 你好 你好 伯伯你好 在我们后面的这一座养殖场里面养的都是鳗鱼 对 所以伯伯我听说啊 在养那个鳗鱼的养殖时有分硬池跟软池两种 那我们后边这一座是属于哪种 是软池 软池就是泥沙地 那如果是硬池的话 就是硬池的嘛 就是像水泥地那样子的吗 水泥地那样子 都在那里的脖子 那样子 它不在那里的骨头会比较低 那如果是我们普通是都可以吃 可以吃到那里的骨头会比较低 整个都去咕咕咕咕 哇 雪伯伯我看到有一些水花 这起来了 那个代表鳗鱼有在吃对不对 对对对 有一些小水花 对 那是现在台湖都吃了 吃了来吃 那如果有那样也有 雪伯伯说啊 我也要让我们可以看到 它养出来的鳗鱼真面目 所以它特别 待会就是要表演一段 八卦网 然后捞鳗鱼 对不对 对 现在开始了没有 开始了 哇你看伯伯 现在姿势100 我们看待会准度 有没有也是100分 哇塞 有在动了 王姐有在动了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看到了其他的鱼啊 有怎么知道 这个是 有是钓鱼吗 有鳗鱼 有鳗鱼 哇好多哦 哇你看这一尾活臭臭的 这个到底要给它呢 没有 这个鳗鱼啊 它大概养多久了 差不多养一年 差不多一年 所以这个时候 可以拿到市场上面去卖了吗 可以啊 已经可以了是不是 这都不能 这两个都不能买 这等一下 等会你 你借我抓 抓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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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它太滑了啦 哇 怎么抓都抓不稳 你说这个大概养一年多 一年多 养一年多 哇 它被我征服了 哇 火跳跳的鳗鱼耶 学妹妹 所以其实在新达港这边养出来的鰻鱼啊 品质是不是 一级棒对不对 赞 赞 那这一位是阿学姐 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主要的菜色是什么 可以介绍一下 那个树中家 鰻鱼精力汤 鰻鱼精力汤 要选选那个品质 没有土味的 还有要鸡 如果要炖鰻鱼 要有 有一点肥 又有一点大 吃起来才会比较 更好吃 才会弹牙 哦 对 比较嫩 比较弹牙 这个是那个药材 要先让它滚 滚完这个 滚出味 超十分钟 这些是属于中药的食材 中药材 药材 良普 对 跟四孙加一起 一起煮 我们中药材加下去之后 那个味道都上来了 好香哦 对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加的是 这是菇类 菇类 菇类 菇类的味道比较 比较香 比较鲜美 对 比较好吃 鳗鱼一直以来 就被视为珍贵滋补的鱼种 拥有优质的蛋白质 鱼皮也富含胶质 是一种适合现代人 养神观念的食材哦 哇 好香哦 经过了四十分钟 炖煮的时间啊 我们鳗鱼精力汤 总算完成了 对 那我现在呢 就开始来的品牌 那你先尝一尝 那个味道鲜不鲜 那我先喝汤好了 好 先喝一口汤 好 先试一下 哇 好香 哇 你讲你吃了经典的冬天 就不冷了哦 对啊 而且感觉 真的很补诶 是 而且现在就是外面天气 有点冷啊 然后 对 喝了这个汤之后 我想呢 对啊 这个吃了 还有附有 那个胶眼蛋白 吃了皮肤会变得漂亮啊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味道 口感喝了真的还蛮鲜美的 对 就要尝尝啊 它口很美味 对对 那接下来 我尝尝看它里面的那个肉质 对 因为其实呢 鳗鱼啊 它本身刺很多 所以要小心吃 对 但是我们的金丽妹 它好像 不知道经过我们煮过 好像好像很 很少开始说有那个刺 对 对 而且我发现啊 它的那个啊 鱼皮跟鱼肉是分离的 对对对 是有鲜啊 火的煮的才会这样子啊 嗯 它的那个鱼肉啊 很细 这个是它的鱼皮 然后鱼皮啊 加水很重 感觉非常的有弹性 是 入口奇怪 对 有人做叶子 也都是买这个 金丽麦鱼汤来吃 因为这个是粮糊 对 所以吃起来也好像 不管是做叶子 还是平常人在吃 好像都吃得蛮顺口的 嗯 对 所以这个金丽麦鱼汤 真的实在是 冬天里的很好的补品 除了麦鱼可以用来做 金丽汤之外 还可以做哪些料理啊 对 麦鱼有好几种做法 像一般我们家庭主户 可以买那个 麦鱼片切开起来的 我们就可以用那个烤箱下去烤 给它剁一剁做 就再一下做一个 做一下糖醋 那个麦鱼也很好吃啊 所以麦鱼的 的东西它可以做好几种 做法 都是觉得蛮顺口的 嗯 麦鱼拥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也可以制作成各式 美味可口的料理 下次观众朋友们 千万别忘了回家自己料理看看哦 在这一集新打岗渔村之旅呢 我们不仅欣赏到了情人码头 美丽的海岸风光 也品尝到了许多在地 美味的特色伴手里 丰富又精彩的渔村逍遥游 等你快来体验哦 我是麦鱼 娱乐星世界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今天呢 要带你去看我们三个全台唯一 就是我们第一个全台唯一哦 这边就是神秘海岸哦 为什么会叫神秘海岸呢 这个是当初大陆跟台湾 接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有的 它叫董辉德 全台湾呢 只剩下四台 是两支耶 她上来很凶啊 妈妈你会跟她聊对不接眼